记者李中县台中报道,今天是叶旦叶,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每年叶旦前夕都会举办直播有奖争拔活动,她也连续两年都在服务处为孩童亲手包礼物,今年她认为连两年都包礼物,会被网友说太没创意,特地找来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规划,透过网络直播为即将开馆的海湾会本馆做介绍。 今天上午,蔡奇昌印尽头戴耶弹帽,与会本馆长陈茗玉教授严明洪在直播平台上为大家抢先导览,先赌即将开幕的海湾会本馆,许多网友也都在蔡的脸书上留言表达期待。 蔡奇昌说,海湾会本馆将在本月30日开幕,期盼大家来清水眷村走走,将有一系列好玩的活动迎接大家。 目前馆内收藏绘本数量有限,他呼吁民众可以踊跃捐赠绘本,为偏乡孩子留一本绘本来充实孩子的童年。 馆长陈茗玉表示,绘本馆以镇村老旧建筑翻修改建,以不改变建筑原位的方向,并预留许多室内空间。 想打造与绘本内容类似的阅读空间,让孩子阅读时仿如置身绘本空间,感受绘本书所带来的想象。